首先廖老師 其實各個大家命理老師 都會碰到很多 不管是媳婦的 或者是做婆婆的 都會來訴苦對不對 美恩老師就碰過一個說 說有一個相當蠻橫的媳婦 是誰 其實就是說 有時候好的婆婆碰到 這個不懂事的媳婦 可是有的很乖的媳婦 很順從的媳婦 偏偏就碰到那種 不懂事的婆婆 情世人的緣分 對 我今天要講的這個媳婦 可能大家會聽起來就是 太離婦了 為什麼 因為這個婆婆 本來就是很善良 那因為她的命運 就是比較多的逆境 那她在生完 她第一胎的兒子之後 過不久她先生就過世了 那因為她是一個 很虔誠的佛教徒 她在家裡 除了就是拜祖先 她有拜了一尊 觀世音菩薩 所以她從小教育她的小孩 就是說 一切以退為盡 就是盡量不要跟人家有衝突 所以她這個兒子 我看到的時候 也是很溫和 就是很善良 可是他們兩個就是 因為 娶了一個媳婦 不是那麼懂事 所以家裡的氣氛 從以前的一種 很圓融變得 氣氛非常緊張 因為這個媳婦就是說 先生就是這一個兒子 因為從小體弱多病 那這個媽媽就會求菩薩說 讓他的小孩子 能夠平安長大這樣子 那這個孩子 就是從小體弱多病 也就他在娶老婆的時候 他也是滿瘦小的 他並不是很高壯那一種男士 可是可能是互補心態吧 他就娶了一個老婆很高壯 就比較垮的那一種 就比如說像吳美玲老師 跟小孟老師 美玲老師還算是 窈條有線條 那個媳婦我看到的是 很魁梧的 就你在背影看起來 會有一點像男生 他股價值比較大 那也就這樣的身材 其實都還OK 只要健康 可是他的脾氣 真的很不好 就是因為 也因為婆婆跟老公的個性 比較溫和 可是他就很強勢 那也不懂得孝順 因為這個婆婆就很好 就因為 媳婦跟老公都會處理工作 那婆婆就盡量在家裡 把家裡打掃乾淨 做家事 可是這一個媳婦 只要回來吃晚餐的時候 都會嫌婆婆魚煎得不燙 不會煮菜 菜炒得不清脆 然後湯煮得不好吃 太油 太鹹 什麼都鹹 很敢講 那後來就是有一次 婆婆就是一個特殊的日子 那兒子可能也蠻忘了 今天是媽媽的生日 那他們也照常上班 可是那一天媽媽就想說 今天是我生日 我來請 媳婦比較好心吃比較好 因為平常 媳婦都嫌我煮得不好吃 那我就去餐館 來去外帶 她訂了一桌菜 然後 但是她想在家裡吃 然後就外帶 可是時間有一點延遲 回到家都已經七點半了 想不到就是說回到家 一進門 這個媳婦就很生氣說 媽 你早去哪裡 我們肚子很餓 你知道嗎 你知道我們的工作很累耶 回來肚子餓都找不到你 吃菜啦 煩死了 有人講話了 真的 這個婆婆說 不好意思... 因為我今天想要請大家 吃比較豐盛一下 餐廳有人比較多 我回到家比較晚 抱歉...這樣子 然後這個媳婦就說 媽 妳後來要出門 妳稍微說一下好不好 妳這樣 讓我們找到很緊張 而且我肚子餓的 妳買這個什麼 做什麼要吃得更豐盛 妳簡單煮就好了 我還沒有要求妳 然後這個兒子聽不下去 她就覺得說 媽一片苦心 還這樣滿頭大汗跑回來 妳還對我媽這麼兇 然後她就跟她老婆說 妳為什麼老師跟我媽講話 都要這麼大聲 這麼沒禮貌 然後她這個媳婦 因為老公從來沒有罵過她 就這一次她就抓狂 她就推她婆婆一把 就說 妳看 都是妳 害我們兩個吵架 然後就說 怎樣 妳現在是怎樣 造反了 就罵她老公這樣子 然後她這個婆婆就很委屈 那一餐飯本來是她生日 她也就吞下去 也沒有說她生日 然後晚餐那一餐飯 她也吃得很難過 然後剛好隔天 是一個節日 剛好就是 好像是久久重養 那她剛好就是要拜祖先 然後那一天剛好是禮拜天 她的媳婦跟好生 不用上班 結果她就在拜祖先的時候 媳婦剛好從房間 才梳洗出來 結果看到婆婆拿著香 然後那個桌上都是菜 在拜祖先 然後含著淚水 她就覺得說 好 我們這個大家 一定你把祖先搗什麼東西 講我的壞話 然後她就走過去 就把婆婆的香 搶過來就說 你把祖先搗那位 有什麼好看的 你這樣會衰 你哭什麼 這是八點檔 這麼看得到的嗎 對 真的 很誇張 然後後面更壞 然後就是說 她後來就很生氣 就罵她婆婆說 妳以為妳這樣子 跟祖先說我的壞話 我就會怕妳嗎 我根本不怕 我跟妳講 妳看妳那個兒子軟趴趴的 賺錢那麼一點點 拜祖先有什麼用 祖先如果有保譽 我們家就很慌慌 結果她不但這樣 把祖先的香爐 拿起來摔 太誇張了 然後她兒子剛好出來 就說妳在幹嘛這樣子 然後她就一直罵 她就說 祖先如果有保佑 我們為什麼生不出小孩 如果有保佑 妳為什麼賺那麼少錢 還要我賺得錢 還要拿來貼補家用 你們這個是什麼祖先 就開始亂罵 然後罵一罵 就突然講不出話來 就倒在地上 對 然後她婆婆 就很緊張說 趕快叫救護車 就送到醫院 然後住院住了一個禮拜 醫生完全檢查不出 任何的原因 然後她的兒子就很緊張 就到我的廟來請教我說 老師妳看我老婆 是怎麼一回事 我就說 妳老婆為什麼會檢查不出來 她說老師 會不會是祖先在處罰 她就把剛剛這一個過程告訴我 我就說沒有錯 妳善良要有一個底線 妳沒有底線變軟弱 對 妳孝順媽媽 但是妳要捍衛媽媽 妳這樣子沒有 妳讓妳的老婆 變成這樣囂張跋扈 祖先都看不過去的 妳回去告訴妳老婆 就是說她如果這麼不孝 而不敬祖先 不孝順妳媽媽 連觀世音菩薩都會處罰她 她也就不會好 所以她回去 我說妳敢講 我還這樣問她 我說妳敢跟妳媽這樣說嗎 她說我敢 因為她這一次太過分了 然後過一陣子 她真的有帶她老婆 來我廟裡面拜拜 然後她老婆的氣勢 就變得很溫和 然後我也請她到我的辦公室 我就跟這個媳婦跟她聊了一下 我說妳的個性要改 不可以這樣子 不可以欺負善人 妳婆婆跟老公都很善聊 而且對妳很好 妳這樣會有果報 然後她這一次也嚇到了 她就說 我知道我剛有跪在菩薩那邊 求懺悔 對 這就是 所以後來都好好的了 對 後來那一次 我在看到她的時候 已經溫和很多了 就不像她 是嗎 老師 妳沒有活眼睛睛 不要走 不要走 真的在我的面前 我們都假的 假的這種 不要走 還真的 因為她就是為什麼會變好 我覺得她有嚇到 因為就是住在醫院 其實她住了一個多月 即使她先生回去 在耳邊跟她講這一些話 她並沒有馬上好 她後來就是有聽到她先生的話 她自己真的覺得 心裡面有嚇到 也有懺悔 對 那後來回去 她就跟她們家的祖先 就叫人家再來安慰 然後跟祖先說抱歉 然後也跟媽媽說對不起 她會改 當然改的話 有時候脾氣太差的人 可能還是有時候 需要一段時間 有時候會抓 還是會抓起來 正常會抓起來 對 對 然後是所有人 想說不要讓人痛痠 這樣這是說得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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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